修行以念佛为稳当感情以平淡为真实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上次献到敬雄大和尚提起了净土法门 大和尚非常推崇净净土法门 我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百丈禅师写了丛林的二十条规则 很有名的 比如说 丛林已无是为兴旺 是非已不变为解脱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但是有句话 我就不能了解 就是百丈禅师说 修行以念佛为稳当 百丈禅师是禅门龙像 马祖星丛林 百丈定清规 百丈禅师可以是对禅宗发展 有了成前起后的作用 而且门下的弟子也是禅门龙像 但是他却提出了一句 修行以念佛为稳当 净雄大和尚说 这就是祖师大德劝导众生念佛的方便 不要以为禅门之中不提倡念佛的 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话 念佛为稳当 念佛是最稳当的事情 念佛真的很好 观音寺的弥陀之家主要是主张念佛 每周六周天都有念佛 弥陀之家做的事情很专一 就是念佛 而且现在参加的人数 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事情只有越简单 越能持久 最初弥陀之家成立时 念佛最少时才两三人 现在每次都是两三百人 弥陀之家的宗旨很明确 就是念佛 这个应该给我们一些思考 念佛到底有多好呢 真理一定是简单 而且容易执行的 这就是大道之简 就是因为太简单了 人们常常看不起它 世间人都喜欢超常闹闹 轰轰烈烈的东西 太轰动了 怎么能持久呢 就像暴雨一样 暴雨肯定持续不到第二天 而细雨绵长 却可以持续很久 我看到很多佛弟子 刚学佛时 非常勇猛 希望能把八万四千法门 都学一学 什么经都念 最后过不了几年 甚至一年 会发现对方什么经都不念了 这就是暴雨呀 所以 学佛应该细水长流 修行啊 以念佛为稳当 好好的念佛 每天都坚持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一定可以成就的 感情也是如此啊 感情也不能轰轰烈烈 红一大师说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直向而求 直尺千里 淡如水 这种感觉很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 阅 订阅 转发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